全球有6000至8000種罕見疾病 截至2016年 在香港就發現了467種 根據一項2018年發表的研究 在香港每67人入面就有一位罕見病患者 香港雖然未有完善的罕見疾病政策 但都有不少科研專家從事罕見疾病的工作 我們今天訪問的陳浩賢教授 亦是其中之一 大概三年前就做了一個訪問 就訪問了一位病人 這個病人同時也是一位小腦胃縮症病人 我們臨走的時候問媽媽 你最想和女兒做些甚麼 我的期望是 這個答案就是 我很想和女兒出去看一場戲 但媽媽說 她說 我很想知道女兒想些甚麼 她想要搬暖水 想吃這件餅這個味道 都是猜的 我會和自己說 如果這個病人我們幫不了她 但還有很多很多病人 會不會我們還可以趁她 還可以說得到說話 還可以讓我們聽到六七成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有些事可以做得到 而幫到她 及後 如果真的萬一退化到很嚴重階段 用不到她自己的說話和人溝通的時候 都有一些AI的方法 可以幫助她們和病者和照顧者溝通 可以在病人發出初期 去幫助她們留著聲音 當病人說話 好像不靈離的時候 都可以用AI 去幫助她們辨認到她們想說的那句話的意思 最後 就用病人發病之前的那把聲音 去說那句話出來 過去和病人他們照顧者交流的過程裡面 很感受到她們的無助感 一個人兩個都沒有想過的 但當你有三、四、五個人 一起坐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事情發生了 而這些事情的發生 往往都不是可以計劃的 是一些很不期待的事情 會出現了 就會推動整件事向前下 我覺得它是對我大學知識的一個豐富 一個提升 它也可以讓我去實實在在地去幫助別人 去把我的知識運用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棒的經驗 很多個患者會不停地問我們 就是我們這個項目 如果最後做成功 究竟是只能幫到她們自己 還是之後的患者 或者是其他的患者 其實也知道 如果這個項目真的能做出來 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可能不一定都能幫到她們 但是她們還是希望 就是這個項目 可以最後能幫助到更多的人 我也很希望就是 通過我還有我的朋友們的力量 可以去就是 更多了解一下這些病人的情況 然後知道就是我們如何可以去幫助她們 我現在的角色可能除了是做科研之外 還是一個resourceful person 我認為在罕見病裡面 就是我會認識某些醫生 或會認識某些可能是物理治療師 知力治療師 當有適當的機會的話 你都是將她refer給需要的患者 無論是病者 研究者 我想醫生 我想所有同學 所有從事 就是罕見病服務工作的朋友 我想都有同一個信念 初心 或者是一個目標 無分國籍 無分界限 無分學歷 或者是工作的界別 我想都是可以全方位去幫助這班 這個整體來說叫做罕見病的群體